绿 是大自然的颜色 具有环保意义 然而什么是绿绘本 用很有趣的图文故事 然后来知道身边所发生的一些环境事件 即使少了文字 也能给予绿色知识 它是可以指涉到 人与自然的互动的一个关系 还有环境的知识跟概念 它深深体会绘本魅力 发愿说给各地的老小厅 我就很希望我把台湾本岛 还有里岛各个地方 我都可以去推广阅读 可以接触到是从零岁宝宝开始 一直到一百岁的银法族 大自然给予的心灵饗宴 成为画家创作的养分与动机 你会慢慢地发现说 这个环境为什么一直在变成这样 你会因为怀念过去的日子 然后你就会想把它画出来 每个星期六晚上七点 绿色幸福学 让我们一起学幸福